來看建制部長過地費 標示說 協和電車的改建案 還有第四天年期的接受斬 一定會去 沒替代的方案 反對開發的公民團體 早期是開記者會標示說 家人受到協和電車的污染 附近還有協力手 對家人的民眾來說 實際上沒有公平 收藏因為協和電車就在附近 跟協力手的記憶也只有八公里 稍後或木山行動收拾不完 經濟部長過地費算是第四天前期接受斬 沒有替代方案一定要去下去 也就是說平國的電車要演繹 原本是讓當地的基民 繼續收到電車的威嚇 我們不管是攏災在核災的因應下 還是在我們用廢發電 來支援台北的發展 這件事情都是一個城鄉發展不均 都是一個犧牲體系 在地團體不斷台電話 省電要去發電的設施 討信說北東電房的電力欠50萬千瓦 後來又說有欠到470萬千瓦 這款電力輸給的評估 不會貪得減減 台電這種說法其實就是用缺電恐懼 用這個區域平衡的說詞來掩飾 是政策的錯誤 他們想要在哪邊蓋電廠 就說哪邊電力不足 狂團支出 企業電腦發電量 只佔全國用電的0.8% 原來北東電房省電 是以佔方用電來說 只佔2%的時間 那是說要推動第四天年去接收站 不如依四零正式來處理 也就是這零零萬管理 省零至零零 那協和電廠它才只佔全國0.8% 我們認為只要落實深度節能 應該非常有機會用節能把它省下來 狂團支出 應該讓協和電廠年底告知 就要第一 發電再生人員 要有要檢控環境正義和保育 就能夠只做 如果政府人員 轉行2點空的水果是環境區 記者 綜合報導